沒事啦 那就一點小事嘛 台北市哪天不被人家砸幾個店呢 這個 至於到底是為什麼原因 我個人到現在依舊是一團霧水啦 全程的黑道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沒有任何的仇家嘛 一片翔河 沒事啦 那就一點小事嘛 台北市哪天不被人家砸幾個店呢 這個 常有的事情啊對不對 砸是砸來砸去的砸嘛 是不是這樣 所以無所謂的 我們這個妥善處理 那至於到底是為什麼原因 我個人到現在依舊是一團霧水啦 你债務有關 有债務嗎 我相信喔 演藝圈裡面現在比較 比較有錢的人應該就站在你面前 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一個表率 而且我的工作的一個時間啊 各方面啊都是最紮實的 所謂的天道酬勤 憲哥能夠走紅的原因 地道愁善 我們就是一個善良的人 沒有問題啦沒有損失 對一片翔河 那Sandy你還蠻好嗎 有沒有嚇到啊 Sandy又不在那裡啊 對啊她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老闆娘 都是我在負責任的 所以沒事啦真的啦 我們經歷過更多的一個狀態 對啊沒有哪一件事情 我們需要跟人家有什麼樣過節 怎麼可能呢 你要跟人家有過節 你就不要當藝人了啦 我不過就是一個藝人 我如果轉行當兄弟 那我再來弄這些事情 OK的 你們剛剛講到是不是 要為那個館長 然後什麼 你們信不信 我沒有見過這個人耶 我是因為被罵然後告他 我被罵然後告他 然後告贏的判賠 給我就這樣 那這有什麼好出氣咧 全省的黑道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剛剛都已經講了 在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真正幫助你的兄弟 就是這些兄弟 這些不信你問李嚴謹 他最了解 沒有任何的仇家嘛 要找我還不簡單 啊陳怡我跟他熟嗎 莫名其妙 我只要被罵喔 我回家喔 我媽媽都會再罵一遍 哎呀你不要弟弟 你不要跟人家在那裡 在幹嘛這樣子 我說媽 那個陳怡罵一萬個人 我只是一萬個當中的一個耶 他罵那麼多人 對不對 他搞不好林翔也罵 王思佳肯定被罵 對不對 啊你罵全世界 那你為台灣做了什麼 家教就這樣 我們的孩子錯了 我們一定打我們的孩子給人家看 他們家的孩子錯了 你沒有錯 你沒有錯 I don't know 一二以最快的速度退出演藝術 對啊 沒有這個是本來的規劃啊 我早在三五年前就一直在請辭了嘛 但是現在是演戲會要刷啦 看戲會不刷 那我們覺得還 因為董事長最大的罪過就不賺錢 諧星最大的罪過就是 沒好笑 阿咧